祈祢彤彤彤 天父師父稱為這首詩歌 所說的 我們的生命氣息 不要彈你 天父我們謝謝你 我們的生命氣息 全來為你 但是天父師父幫助我們 我們要如何表達 全來為你 天父我們願意 無悔的付出 我們願意祝你的心得滿足 但是 這神幫助我們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在我們能夠從生活當中 體會到 我們的信仰跟生活理事 聽過我們回想過去一年的時間 我們遇到 在台灣遇到許多的困難 遇到 我們的力量與他們存在 天父我們也看見 在那段時間 台灣有許多的疾病 造成了恐慌 但是 也一樣幫助我們的政府 幫助我們的民眾 幫助我們的 醫療工作者 能夠付出他們的心力 天父我們也看見 連他的手 在全世界有許多的 政黨的改革 政黨的軟體 我們也看見 在我們台灣有許多的爭議 不管勞資的爭議 或者欺騙價的爭議 天父我們也看見 在我們當中 有許多的 為我們的 同性婚姻 或是反對同性婚姻的議題 吵得不可太早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深信 透過這樣的對話 透過這樣的反省 卻讓我們更加成熟 天父幫助我們 在這個歷史的洪流裡面 在那個每一分每一秒 都直接的流失 我們學會在一個年的開始 我們就回憶 回想過去一年 你知道嗎 身上的恩典 我們再怎麼苦 還是一樣 從我下來 我們還是一樣 繼續往前走 天父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的聖明又倒在 在我們面對未來未知的一年 我們每天都有你的待遇 雖然我們正常 但是我們卻願意 用更多的心思來分享 來溝通 來體諒 來體貼別人的想法 以及我們用中性正面的言語 來表達我們的看法 就是幫助我們 臺灣的社會 可以更加的承受 可以更加的對話 也幫助我們 從我們基督徒 願意 為這個社會 多體貼一些事情 不是單單只 站在我們基督徒的 本位主義 看事情 父長我們謝謝你 支持給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來敬拜您 我們可以一起唱詩 來照您您 或者我們也願意 聆聽從您那裡來的信息 成為我們的敬拜 我們也願意 從我們的奉獻裡面 從我們的交易 介紹交通的裡面 參與那個敬拜的過程 我們也願意 在最後的祝福裡面 以及接受參拜 成為我們每天 都是一個敬拜的人生 謝謝你師學員 這段時間 我們將祷告 感謝福利書 基督的聖明 阿明 一起用我們 直到我們來祷告 我們在天上 聖父 願願得我們尊敬的名為聖 願願得國降臨 願願得職義 你心在地上 如同心在天上 我們日永的飲食 盡力吃給我們 能願願得下 如同我們便得願得下 如同我們便得下 如同我們一件事 看 救我們多於兇惡 因為國度全力 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明 接下來我們要來讀兩段聖經 第一段聖經記載在《獵王地上》第十九章 《獵王地上》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節 我希望聖經們能夠 翻開你們的聖經來看 讀聖經最好還是拿著紙本的 以上 《獵王地上》第十九章第十九章 於是以利亞移開那裡走了 遇見沙法的子以利沙的地 在她前頭有十二對苗的 自己趕著第十二對 以利亞到她那裡去 將自己的外衣搭在她身上 以利沙就離開苗 跑到以利亞那裡 說 求你容我先去 你父母欺負然後便跟隨你 以利亞對她說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什麼呢 以利沙就離開 她回去 宰了一對牛 用套牛的器具 煮肉給你吃 隨後就起身 跟隨以利亞回事她 第二段的聖經 我們要再看 《獵王地下》第二章 第一節到第二十五節 請弟兄姊姊姊請來聽 《獵王地下》第二章第一節 在以利亞升天的時候 以利亞與以利沙從脊甲往前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耶和華拆遣我 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這裡等候 以利沙說 我指永生的耶和華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離開你 於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駐伯特利的先知門徒 去出來見以利沙 對他說 耶和華今日要接你師父離開你 你知到是知道 他說 我知道 你們不要作聲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耶和華拆遣我 往因利哥去 你可以在這裡等候你 以利沙說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離開你 於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駐耶利哥的先知門徒 就近以利沙 對他說 耶和華今日要接你的師父離開你 你知道 我知道 他說 我知道 你們不要作聲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耶和華拆遣我往約旦而去 你可以在這裡等候 以利沙說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離開你 於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門去的五十人 遠遠的站著 站在他們對面 二人在約旦河邊站住 以利亞將自己的外衣捡起來 用瓶打水 水就左右分開 二人走乾地而過 過去之後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我未曾被接去離開你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呢 只管求我 以利沙說 願感動你的靈 加倍感動我 以利亞說 你所求的難得 雖然如此 我被接去離開你的時候 你若看見 就必得著 不然你必得不著 他們正走路說話 忽有火車火馬 加兩人隔開 以利亞就趁旋風升上天去了 以利沙看見就呼叫說 我父啊 我父啊 阿爸 以色列的戰車馬兵 以後不再見他了 於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 施為兩片 他拾起以利亞 身上掉下來的外衣 打水說 耶和牌以利亞的上帝在哪裡呢 打水之後 水也分左右分開 以利沙就過來了 註約一哥的先知門徒 從對面看見他 就說感動以利亞的靈 感動了以利沙 他們就來了 來迎接他 在他面前俯伏於地 對他說 福人們這裡有五十個狀態 求你容他們去尋找你師父 或者 耶和牌的靈 將他提起來 投在我山我鬼 以利沙說 你們不必打發人去 他們再一山催促他 他難以推遲 就說 你們打發人去吧 他們便打發五十人去 尋找了三天也沒有找著 以利沙仍然住在耶利哥 等候他們回到阿那裡 他對他們說 我豈沒有告訴你們不必去嗎 耶利哥整個人對以利沙說 這城的地勢美好 我主看見了 只是水惡煉 土產不熟而落 以利沙說 你們拿一個新瓶來裝鹽給我 他們就拿來給他 他出來 他出到水源 將眼倒在水中 說耶和牌的靈子說 我治好了這水 從此必不再死人死 也不再死地土不生產 於是那水治好了 直到今日 正如以利沙所說的 以利沙從那裡上火特地去 正去的時候 有些童子從城裡出來 嬉笑他 說 突頭上去吧 突頭上去吧 他回頭看見 就奉耶和牌的靈子 咒詛他們 於是有兩個子 從里面中出來 撕裂了他們中間 四十二個童子 以利沙從 國特地上去 加密 又從加密 回到上去 聖經主到這裡 接下來 我們有很好的機會 為了得到 以您傳道 在我們當中的正道 他主要正道的題目是 先知文主的心智和權力 您傳道請